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创 另外还有我们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又来更新JPEG的案件 看到警方在昨天公布了再拘捕一个人 累积拘捕的人数有12个 最新拘捕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23岁姓王的男子 他也是场外搅换店 OTC的董事 不是职员 他开了哪一家呢 这边就不提了 不过他就很快就已经将自己的Facebook IG 那些就拘捕了他 你自己拘捕就没意思的 其实已经被人继续了 哈哈哈哈 是的 再更新据警方接获的报案人数 去到2392个受害人就已经报案了 涉及到的金额 差一点点就去到15亿了 那我们就看看那个苦主群 其实有1万多人 这个苦主群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苦主呢 我自己就大约估计只有三成左右 哈哈 照理出现这麽大的事情 现在就立即去报警了 会不会有人不报警呢 但是自己又苦主呢 除非他损失很少很轻微 不报警都无可厚非啊 都可以理解啊 但是当中这个苦主群现在有这麽大 1万2人左右 相信很多人都是吃花生的 当然了 我们都是以一个花生要果的心态 进入这个群里面看东西的 不过又说回 为什麽会有些人不报警呢 刚才是谭永说的 是一个善意方面的情况 恶意是怎样呢 如果他这些是骯髒骗钱 或者好像陈怡所说 他的群他的粉丝 变成了魔鬼 竟然窥空公款 来到去买JPEG 噢 这就糟了 是吧 那他怎样报警呢 那怎样报警呢 是吧 没有啊 哈哈哈哈 没理由的 即是说给警方听 他自己窥空公款 去把钱放进去 那警方一定逮捕他 没理由自爆 这样又变成了这些 雅子吃黄年 所以各有各的故事 不过又挺搞笑的 我们再留意到 那个虎主群 有一些虎主 就不是说 放得钱进去 原来呢 就是这些 刚才提到的 是场外交易的 兑换店的店员 那他们进来又八卦 又和人聊聊天 有类似那些 JPEG的虎主 看到他们在这些 兑换店的店员 就向他们发炮 甚至乎 向他们在那里 吐骂 那怪不得 这些什么 陈怡 那些什么陈大怡 那些店员 要关掉他 是 太多人 互相吵架了 是吧 甚至乎可能想上门 拍桌 啊 给钱 啊 是陈怡 叫我 教我们怎么入金 要买JPEG 冬季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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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人 是吧 他叫人All-in 这个年轻 也是支援的 现在就归宿了 这个人 现在是 是吧 之前做地盘 现在有什么炒币 赚过亿 现在就不见了人 他有份叫人All-in-JPC 即是JPEG 那个币 陈怡 也有曾经叫人 All-in-JPEG 那些币 甚至乎 又告诉你 JPEG 一开始送币 给你 送给你玩的 这么好 送币给你玩 即是送钱给你洗 这些是有这么好处的东西 就是这样 对吧 推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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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我们都要知道 因为那些绑匪 对当时那些银行里面的四个人质 因为在那五天里面出现了一些对他们好的小恩小惠 例如有一个好像鼻敏感还是什么 帝紙巾给他剩鼻涕 对吧 有些有给他衣服穿 有些打开枪给他 他觉得很感动 记住 如果这些小恩小惠都没有的话 可能那几个人会群起来反抗也不顶 早就反抗了 所以现在为何他们的店 除了没什么好做之外 就是怕这些苦主瘫起来就走上去 就发烂了 没有了 现在都上不了了 都收拾了 所以就发烂了 我们在那些苦主群 就是听到那些苦主发电 快点开回来 我们要拿回钱 还是怎样 然后那些 叫做兑换店的职员就在说 至上的意思 我回覆述一下 他们有录音留言挺过瘾的 你现在想上来拿回钱 找我拿都没用 我们都给不了你的 你记住 你在哪个平台买 就在哪个平台的事 我们都帮不了你 对不对 就算上来说要斩X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想 我们也是受害人之一 我们开不了 我们也不想做不到生意 对不对 收拾 那他说也有道理 对不对 那倒是 不过又是这样 他好像有道理 但是那些苦主就说 那当初是你推介我进去的 对不对 但他好像又有道理 那怎么办 我推介而已 我没逼你进去 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你进去的 对不对 那他又没有叫你躺身进去 那叫你试一下 对不对 试一下而已 对 究竟谁是谁非 挺有趣的 那我们今节再说另一个内容 就是要提到 就是较早前 其实有不少的平台 就是这些叫加密币的交易平台 我意思是 是的 JPAS是其中一个 他自己声称 有问过证监如何申请 我搞成如何 我如何如何 都有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觉得证监那边冷待他 不理他 所以搞到他们想申请牌照也不行 那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 又没有办公室又没有办公室 又没有办公室 然后什么都没有 找那个老板出来又找不到 然后一句说 我们去中心化没有大台 我怎样可以给你一个牌照呢 是吗 正常的 你去中心化 照道理 又不应该申请牌照 我觉得 如果你去中心化 这么厉害的话 而你又有去申请牌照的华 其实就和你的理念是相左的 对不对 真的挺离奇的 但是你又整个平台出来 中心化去搞这些交易 究竟你是神神化化 还是化不化呢 话说 较早前 原来有些报导 有15个这些平台 又在说自己是什么 正在申请 或者是 计划申请 计划申请 即是香港申请这些牌照 我们看到最近 证监一公布申请者名单的时候 只有4间 一加一减下 最少有10间 也不知道去哪 这样也可以 其他的朋友 又说自己申请 那个好像JPEX 声称自己正在申请 但其实连纸还未入 是不是这样 那是可能真的在搞 还是怎样 这是一件事 我们看看 有哪些有意去申请牌照的公司 或者平台 其实有些都是出名的 出名臭不臭 出名好还是出名臭 其实对不起 就算去到币安这些 全球都第二大 很臭的 都是臭的 你说不是 榴莲说臭 但我觉得香 你终于觉得 你就买下去 或者你再去投资 或者帮称它 也好 我们看到 例如像币安 火必 另一间叫做OKX 这些都是比较知名一点的 知名 但是他们还在慢慢搞 有做一些骚髒的事 例如像币安 币安很多人都认 这家的创办人赵长鹏 原来是被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 说他涉嫌经营欺诈网络 听起来就好像JPX 当事是这样的 但币安是真正的家庭平台 这个人 就经营一个真正的家庭平台 赵长鹏 另外他又经营不少的欺诈网络 这个人是这么PK的 这个人是 你币安 个人都说信得过 我就一样 让你这案子搞定完 我觉得 但连币安也是这样 你还有谁信得过 你见到币安 那是否会改名字 还是怎样 但是没办法 真的不断 因为你见到他不断不断 有那些民事指控 是绝绝新鲜 是否又送几单来 否又送几单来 例如什么 跨大交易量 误导投资人 以及乱按币安排 币安排 或者把你放进去的资金 会转移的 会转移的 JPX就是这样 会转移的客户资金 转移到其他地方 是一样的 那JPX更离谱 直接把你的钱 射到其他地方 射到其他平台 这样也可以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离谱 即使去到币安 那时候令到FTX的爆 都可以说是似作俑者 即是你弄爆人 即是说到FTX的薯跳 好像整个大贼 虽然他很年轻 这些贼 让我感觉 你指出了一个贼 你就可以顺利坐上龙头宝座 谁知道 你跟着也是时辰到的 即是你在那里 堆住别人 你是这些贼 诈骗分子 然后你隔了没多久 我想四个月 都没有 就已经立即开始 给美国那边的 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委员会 就说要起诉他 喂 坏到这样 大家都做些 同一样的骄傻 不就是这样 之所以你看到 证监 要慢慢看 说你弊安那天 就是刚才用了一个 对 角度就是 喂你搞定了你的东西 干干净净才好 你跟我申请 对啊 根据弊安自己说 他就说 有意向香港证监会申请这个牌照 我相信他自己有这么多案在身 因为要成功申请的看法 都是非常难的 那他还说 就是向一些媒体说 就会请一个 获得证监会许可的负责人 那又说什么是总监 还是怎样 会专注香港业务 那这些呢 就吹水不抹罪了 那我们 看回 例如像那个OKX那些 那样 3月的时候呢 他就说会申请牌照 估计呢 9月到10月左右 就会完成报告 就可以交申请的 然后看到证监会公布申请名单之后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只有四个 为什么不见你呢 你又说9月到10月左右会交的 那我说 不是 10月底 等一会 那你交不交一件事 你交还是不交呢 只是你入旨 还未成功申请 所以 去到弊安这些了 虽然他背后很多被告的事情 但是 他现在实际来说 还在营运中 他老板是哪个呢 你一按上网也叫他找得到 这样的话 也很麻烦 那你想想 这个JPEX 有没有可能可以申请到 又有样言 那JPEX这些 有没有可能申请到 就是这个陈怡 真是欺骗你了 是啊 你到今时今日 如果还相信他说话 我真的要 你去念阿努才行 你想一想就知道 人家这么大间 都是搞到一锅谱 我意思是 他申请那一刻也有时间搞 所以是很严谨的 可能你说 这么严谨是否好事呢 但始终真的 就算去到美国也好 他要保障 会不会是那些 叫做洗颜色钱 甚至乎有其他不同的法例等等 都是要监管 所以你这些叫做虚拟货币 那个加密币 这样去玩 是不是那个流通性那么好呢 还是纯粹是用来做一个叫做炒卖 还是怎样呢 真的 大家要再给些时间去看 你说是否叫很成熟 还是怎样呢 又有什么有爆声的潜力 真的升来升去呢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困难去使用这些东西 你说是否用来叫做避险呢 其实你要避险的投资工具 我又觉得是否真的要买加密货币呢 其实市场上还有很多选择 没错啊 你避险的东西 不一定要加密货币 你买黄金也可以避险的 对吧 当然 还有其他更加保险的东西 也有 你说我放在银行 现在做定存 看到最新的汇丰也说了 那个利数呢 有几多几多 我看到马上 大家有很多朋友 就立刻涌去匯丰 那里问究竟是怎样的 放完之后有没有理事丰派 就是很多这些东西 不一定要选择到这样的风险那么大 以及他们的平台 也是那么古怪怪 所以你说如果还要相信 你在JPEG的钱 可以叫做拿回 你还认为这个不是老千局 如果是证监搞他的话 那你会不会说证监搞弊安 当然不会啦 不过他们会这样想 这部分人信尘疑的人 可能就觉得 这是美国政府 和全世界的政府一起打压弊安 可不可以这样说 哇 这么厉害 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科技方面的领先 去到这样的位置 如果你又说要什么Web3 又说什么亚洲第一 又说什么亚洲第一 还是怎样的 就是你尘疑说这些 如果美国都打压弊安 打压这个火币 OKX等等 如果这样 还需要搞的 不需要 没错 那怎么搞的 Web3 你都瘦瘦瘦瘦 神经病 所以不用想了 我还听那些 方丈西望说的那些苦主 哇 差不多加起来 有百万在JPEG里面 然后还说 那些钱 我打算用来给小孩子 第二天读书用的 现在拿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好 小孩子没可以读书 就这样 你也挺可怕的 这对家长 为什么会放在JPEG里面 而不是放在一些 传统的银行户口里面 那就是你虽然贪心 贪心 是呀 你又拿小孩子的钱 放在这么高峰的投资上 你以为真的收息吗 你的钱就唱了一个 所谓的加密币 所谓的加密币 是一个代币 不是真正现实中的货币 你说这件事多可怕 要走去不放 放JPEG里面 那些JPEG里面 就死定了 是呀 探心 不可怜的 现在说很害怕 还是怎样 很害怕 什么很害怕 没有钱就找过 很害怕 找过钱 不用害怕 辛苦一点 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讲到这里 自己自行判断 来到这里 拜拜 拜拜